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 我是樊东宁 随着西太平洋地区进入演习热计 台湾周边地区的军事活动也越来越频繁 首先是美军印太司令部 连同美国陆空海军核陆战队 与英国澳大利亚及日本 举行横跨17个时区的2021年全球大规模演习 那么再来是解放军也宣称 在范围广达1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海域 举行围棋五天的军演 与此同时 中国也与俄罗斯在宁夏展开代号 为西北联合2021的大规模联合军演 共有13个地面方队 两个空洞梯队 超过1万名兵力参与 有不少的辛勤武器 包括了中共的引擎战机殲-20 还有无人机都在对此的连演中曝光 再加上欧洲方面 包括英国、法国、德国的军舰 也接连开到印太地区 台湾中边俨然成为了美、中、欧、俄等 大国军事较量的擂台 和群义军事活动的热点 而台湾的汉光演习 也将在9月份登场 我们该如何解读各方军演的 兵力、规模和其释放出的 军事政治讯息 美中两大阵营大秀肌肉 或别苗头之鱼 台海周边是否也有潜在冲突的风险呢 海峡论坛今天很高兴 为大家请到两位军事专家 进行深入的分析 一位是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的研究员 李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另一位是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 副研究员 舒孝黄博士 舒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的 首先我想先请教 舒孝黄博士 您怎么刚刚提到的美军连同多国军队的2021大规模全球演习 号称是美军40年来最大规模的联合军演 咱们谈谈主要的演习内容 还有对外传达出的讯息好吗 舒博士 这个演习的确名如其始 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全球演习 其实本来是美国海军的2020年的大规模演习 但是后来因故疫情的关系延后到今年实施 那是由印太司令部主导 那它整个规模就这个到全球范围 就是跨17个市区 它参加的部队 又包括有这个八个这个舰队的海洋作战中心 然后三个陆战队的远征军 然后有这个五个航舰这个打击群 然后四个这个两栖战备准备群 24个特遣部队 然后超过25个各种不同的就是这个这个作战舰艇等等的 这些部队 那它是规模非常大 那除了这个之外 其他里面很多亮点 就是包括有些新的这个科技 新的作战概念 还有新的这些战术战法的验证 那有一些像例如说无人机技术 这个人工智慧等等这些东西 另外其他有一些像例如说可能这个 这个美国国防部 有一些这种简体制狂 说写制狂 这个喜欢把这些字说 那这个可能国内的那个这个就是听众朋友可能不熟悉军事的话会觉得有点奥口 像DMO是分散四海商作战 像LOC是所谓争议环境下进岸作战 EABO是叫什么远征前进基地作战等等 那这些其实目的都在把美军的这个作战的这个武力分散 应对中共的这些维定的能力 另外呢也演练所谓的 就是他去年年底到今天年初 提出来的这个整合式全领域海上力量 那他这个呢也在传达一个讯息 就是说美国有能力在这个全球同时应付多条战线 而且特别就是中俄等等 不是只是只能应付这个单一区域的冲突而已 而且他有能力在所有的作战领域 我们刚刚提到全领域作战 就包括陆 海 空 太空 电子战 网络等等 所有的领域呢可以同时一起来应付敌人 这是美国要传达的讯息 所以说看起来这次这个大规模全球连演 要释放出的讯息主要是 这个可以全领域的作战 不只是单一战区 那么接下来就要请教接中教授 就在这个美军连同多国军队举行 刚刚提到这个2021大规模全球演习的同时呢 当然解放军这边也有动作 中国不但在这个南中国海举行经营 号称有10万平方公里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也在这个俄罗斯在宁夏的部分 举行了一个代号叫做 这个西北联合2021的军事演习 您认为看解放军的这个回应 是不是有意要和美军跟盟军来较劲呢 是不是要和俄罗斯联手 来反制所谓他们所说的新八国联军呢 请教接中教授 好 首先这两场演习 包括他的南海的操演 还有在中俄的联合军演 那其实我相信都是早就排好的计划性演习 因为根据中国大陆的传统的做法 他每年的7月到9月本来就是战区等级 这种比较大规模联合训练的高峰期 那其实每个战区在前一年的年底 比如说他在2020年底 他就会召集相关单位开会决定2021年度 这个战区联合训练计划的旗程安排 所以南海操演应该就是在 其实在去年年底大概就已经排定了 那而且在操演的内容上面 其实他虽然动员的军舰的数量多 但是内容呢坦白讲并不够辣 内容不够辣 因为他里面操演的 虽然说动员了蛮多新的军舰 比如大家提到的 两栖攻击舰海南号 然后呢也有三艘的055型驱逐舰 可是两栖攻击舰海南号 是今年4月才成军服役 三艘055型驱逐舰面 有两艘是今年3月4月才服役 所以看起来这个南海操演 它其实只是让这些新服役的舰队 可能进行一些 比如说航线战斗群 或者两栖打击群的 那种比较基础的编队训练 因为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 也局非常大 但是后来并没有出现这种远距 精准弹药的这种实弹射击 所以它的演习内容 应该就是一个海上编队的训练 所以演习的内容 并不会很辛辣 那我们也注意到中共的官媒 其实或者是官发发言体系 也没有利用这次的演习 去说一些狠话 所以我觉得它就是一个 排定的一个计划性的演习 配合它这个新军舰服役的骑程 来做一些既定的训练 那同样的这个中俄的联合演习 也是一样 因为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他们现在其实都面对 都因为不同的事情 面对到来自美国 还有西方国家的很多的压力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他们彼此要进行一些结合 来互相的声援 那在互相的声援 那特别是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这个联合军事演习 其实从2005年开始 几乎每年都有 所以应该都已经定期化了 然后在2019年时候 双方又签了一个 类似个战略伙伴的一个协定 那里面就包括了 接下来未来几年的这种 军事交流的计划的规划 所以我相信这个演习 应该也是早就排定的 地形性的演习 只是时间上刚好跟这个 2021LS1碰在一起 但是不管怎么样 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借由这种联合军演的常态化 然后呢 在内容的方面 每年每年都有一些新的亮点 像比如这次演习里面 我们跟人有注意到 他就是开发了中俄专用版的 指挥资讯系统 然后解决了双方语言不同的问题 而且这指挥资讯系统的指令 不但可以联系到双方指挥中心 甚至还可以连接到基层的单兵 基层到单兵上面 所以他藉由这样的一个演习 就呈现出双方在作战上面 在训练上面 在训练上面 有了一定程度的共通性 某种程度呢 当然就是要展示给 美国跟西方国家看 那么苏孝黄博士 跟我们看到整个印太地区 在这个演习的热气 非常的热闹 那除了美国跟盟军 还有中俄之间的互相大型 军演的互相较劲跟较证之外 我们也注意到欧洲国家 最近也接连的派了很多的军舰 包括英国的航母 德国 法国的军舰 都开到了印太地区 你怎么看欧洲国家 接连派军舰到印太地区的军事动向呢 其实这个周边 除了美国海军 跟当然之前日本自卫队 到南海演习之外 其他国家的军舰 来到这个区域 然后甚至通过台湾海峡 或者是东部海域 其实也都不算新鲜事 2018年 英国那时候 航空母舰还没服役的时候 那个白岛号船母登陆舰 访问韩国跟日本 也进入南海 然后也遭到中国抗议 然后今年呢 就是那个法国的航空母舰 戴高乐 到了这个印度洋 跟这个印度呢 实施这个联合演习 那那个 然后包括最近这个 就是不知道到底是虚实实的 法国的这个传闻中的巡方舰 对或者是德国的这个巡方舰 来这个亚洲 那其实这个代表一个意义就是 美国在整合这个全球 这个阵营要进行一个抗中的 这样子一个演练 然后把这些国际势力 不管是多是少 就是让他们带进这个南海地区 那这个是也代表这个国际间 其实对印太地区 这个特别日益关注 那其中一个特别的点呢 是英国 因为英国它这一次 这个是大规模的这个 因为新服役的航空母舰 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号 那这个六万多顿 其实也很非常大 那这个然后呢 它的这个组成的这个航舰战斗群 包括两艘四五行这个驱逐舰 也是英国最新锐的这个驱逐舰 虽然它最近状况很多 六艘里面就这两艘能够航行 然后有一艘呢 还在这个黑海 跟俄罗斯海军有一点遭遇战 另外一艘呢 这个有机舰故障 不过反正总之他们都跟上 但是其中还有一个是基敏级 这个核动力舰舰 七千顿级 号称世界最先进的 这个核动力攻击舰艇 那这个之前呢 就是这个航空母舰 访问关岛的时候呢 他先到了韩国 那这个其实就非常有趣 就是这个第一个 它英国它首次派遣 这个航空母舰战斗群 然后到地中海 而且第一次执行作战任务 然后通过苏伊士运河之后呢 到印度也跟印度实施联合演习 再进入南海 然后到了关岛 那这个代表什么 就是这个又有一艘新的航空母舰 而且这个战力 它使用F-35B 它这是英国海军最新锐的战力 那代表它整个海军的战力 比以前 大概过去 大概十几二十年来 这个有一个非常飞跃的进步 然后它全球这个武力投射能力呢 有一个大的提升 当然这个也有它的困境 就我们这个点也不要帮它多说好 英国自己本身也遭遇了很多 这样子的困难 像预算的问题等等等等 那英国另外一个就是 因为英国它的这个 全球战略改变 因为它这个之前 他们的那个首相 那个Johnson 他有推出一个新的这个全球战略 那个在脱欧之后 他们特别关切这个 这个印太地区 因为他们认为说 印太地区应该是 英国脱欧之后 他们的这个生命线所在 但是实际上 就是它这个 一方面它关切了 这个印太地区的局势 表示那个这个没错 OK 它这个 因为这个南海 这个生命线所在 但是另外一方面 英国对于北约的这个承诺 跟欧洲承诺 其实没有减少 他仍然在这个参加这个波罗地海等的 这个北约演习 所以英国未来 有没有能力这个就是 就是同时兼顾北约跟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印太地区 这个当然是值得关切 那他在印太地区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是 他对印太地区的伙伴 彼此之间的一个 互相的一个合作跟承诺 另外呢 他在这个印太地区 如果必须要部署的话 他也要仰赖印太地区的 这个伙伴的支持 特别是日本 或者是新加坡 那日本其实跟他本来就有一个 这个后勤协定 然后他也使用F35B 所以呢 他这个 这个飞机呢 将来他其实也可以彼此之间 也可以去有互通性 好的 那么基仲教授 您又是如何看这个 英国 法国 德国的军舰 接连看到印太地区 就是刚才说一下 黄国人谈了很多这个 英国伊丽莎白女皇号的 这个航空母舰战斗群 到这个印太 其实从中方的反应来看 也可以听得出 他们其实对这件事情 非常非常的简易 你怎么看 这些欧洲国家的这个军舰 未来有没有可能长期 驻守在这个印太地区来寻意 尤其是当美中如果 不管是在南中国 或台海发生军事冲突的话 一旦台海有事 这些欧洲国家的军舰 会直接的来提供支援吗 孙中教授 首先其实 法国的军舰 其实它每年 大概都会固定派遣一个 巡防舰到这个西太平洋 像刚刚主持人有提到了 就是2019年4月6号 它有个叫蒲越号的巡防舰 其实就通过台湾海峡 当时还引起了一些 还引起了一些 中共的一些动作 但其实法国海军大概每年 都会有一条巡防舰 部署到西太平洋做巡逸 而且每年也都会通过台湾周边 至少一次 所以对于法国海军来讲 这个已经是它常态性的部署 那英国这次很大 大规模的派了伊丽莎白女王号的 航舰战斗的群来 但是我相信这个没办法常态化 因为就如同刚刚苏博士所说 他自身没有非常多的预算的问题 然后他本身在北约地区 特别是应对俄罗斯的压力 并没有减少 因此他就只能是一个 比较是声援性质 一个道义性质的 派两艘小型的巡逻舰 然后到印太地区做常态性的部署 那以这两艘小型巡逻舰 相对于中国大陆海军的规模 那真的就只是声援美国而已 那其实如果以后 美国在印太地区 跟中国大陆发生军事冲突的话 我觉得其实美国自己 也并没有指望是说 可以从欧洲国家 得到太多实际的资源 比如说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在7月27号 访问新加坡的时候 他蛮妙的 他说得非常的直白 他是说 面对来自全球各地的挑战 军事资源非常的少 因此美国跟盟友 必须律定一个最佳的 分工合作方案 他借着举例说 如果美国对亚洲的关注多一些 那英国在世界其他地方 或许能在某些领域 发挥更大的效益 所以基本上对美国来讲 他是希望整合盟国的力量 然后在全球事务上 做些分工 就是大家分管一个区域 那如果美国跟中国大陆 在西太平洋地区发生军事冲突 我觉得他并不是真正希望 并不是太期望是说 欧洲国家可以派军舰来 他应该只是 当我的 当他的军舰要从 比如说他要从波斯团 比如说他要从地中海 比如说他要从印度洋 调集军舰 支援印太地区的时候 他希望欧洲国家的军队 可以填补这个空隙 因为在他 在他专心应付中国大陆的同时 他也可能希望 北约国家 欧洲国家 能够帮他盯住俄罗斯 减轻他的负担 因为虽然他 具备在全球应付 至少两场 这种冲突的能力 但是能够集中力量 应付一边 对他来讲还是比较好 所以我觉得他 基本上是希望 撞造一个分工的模式 然后呢 让当有状况发生的时候 美军可以集中多数的力量 来应付一个主要的敌人 那这时候另外一个竞争对手 就希望有他的欧洲的盟国 希望能够帮他发挥一个 牵制看住的一个效果 是 好的 那么接下来 想请两位来谈谈 这个美台之间 最近的军事合作 尤其是这个拜登政府上任之后 也通过了第一笔的对台军售 这个帕拉丁自走榴弹炮 想先请初夏黄博士 分析这个拜登上任之后的 第一笔对台军售 是 这个当然第一方面的显示就是说 这个拜登延续 这个之前川普的政策 就是这个军售 就是可能就逐向这个讨论 那当然这个腰动9A6 其实可能也延后了一段时间 那之间的这个谈判过程 可能不得而知 所以在这个拜登时代 完成这个讨论 那当然这个腰动9A6 其实这个对于陆军来说 我觉得它是这个火力精准化的 最后一个拼图之一 就是这个 因为它相较于这个之前的 这个腰动9A2跟腰动9A5 甚至我们更老的那些 那个那个M51 这种脱衣式的自走流炮等等 那个其实陆军本身 自己也讨论了一段时间 到底它应该要什么火炮 但是腰动9A6 相较于这些旧式火炮 第一个它当然移动 这个它自己本身 有它的机动性 第二个就是它自己本身 有它的这个射控系统 它可以不需要依赖 这个炮品指挥所等等 它自己可以完成这个射控 那最重要的是 它这一次呢 有这个精准导引的套件 这个M1156 这个PGK导引套件 它可能没有之前那个 这个一般我们所了解的 像这个什么 铜班蛇炮弹 或者是神剑 这个导引炮弹 那么精准有效 那因为两个 一个是GPS导引 一个是这个雷射导引 然后号称 或者像铜班蛇 似乎几乎可以反战车 那这个M1156 这两种炮弹都很贵 那M1156呢 是一种比较便宜的套件 它这个 它大概只是提供给一个 就是炮弹上面 在隐性上面拔掉之后 装一个GPS导引套件 然后有弹翼 可以让它在这个 在这个大概误差 50公尺元周内 你不论射程多少 因为以前的这个火炮 五五导引的火炮 是那个你打出去以后 在这个越远 它越不精准 它的火炮就等于 越向这个四周发散 所以你过去呢 对火炮不太重视 但是在导引这个 炮弹发展之后呢 大家就开始重视火炮 因为你现在发现说 炮弹原来可以打那么准 那这个 这样子就可以让这个 虽然说不是像 刚刚我们提到 这种很贵的炮弹 那样子那么准 但至少呢 对于这个陆军的 这些火炮的性能提升 其实也有很大的帮忙 而且就是至少可以减少 它对这个弹药的 这些浪费 那这个 毕竟对陆军的 这个火力提升 是有很大的好处 而且它从这个 射控系统 这个调准到 这个放列 就是它这个 炮射停下来之后呢 然后计算 然后再发射呢 只要完成一分钟 它比以前的这个 整个放列可能 半天时间 讨太多了 好的 感谢 也请基教授 帮我们分析一下 最主要 我觉得这个 自走炮 进来之后 它是可以 如同苏博士所讲 它可以是增加 我们炮弹的反应时间 特别是我觉得 我们国军要考虑 要开始面对一个 要开始考虑 面对一个状况 就是以后 中共的登陆部队 它可能 透过空中机动 或者是气垫登陆艇 直接用按对按的方式 快速上来 因此地面的战斗 可能很快的打响 那在这个 在这个地面战斗当中 双方 彼此之间部队的 位置的变换 其实非常的迅速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的炮兵 如果在射击指挥 自动化方面 刚跟不上时代的需求的话 它就没有办法 发挥支援 我们防卫作战的 一个效果 所以那个帕拉丁的家 其实是事实填补了 我们在炮兵上的一个缺口 不过数量还是不够多 好的 感谢两位分析 这个拜登上任后的 第一笔对台军说 接下来也想请 苏孝黄博士谈一谈 另一个美台军事合作的 重点观察 就是海巡之间的合作 不晓得您怎么看呢 是 其实海巡 虽然是官方的武装力量 但是毕竟它的任务是 海上执法跟海洋安全 然后它强调 各国海洋上的合作 所以它的敏感度 是比军事合作低 但是美国海巡 它其实被赋予另外一个角色 刚才有提到 美国海军的整合式 全领域海上力量 它就包括三大海洋军种 海军陆战队跟Cost Guard 就是海岸巡防署 那海岸巡防队在美国 它未来担负的角色 就是交通线的顺畅 海上安全的维系等等 还有最重要的事情 是一个挥区冲突 所以未来我觉得 两国之间它讨论 除了交换周边的海洋情况之外 可能也可以在挥区冲突这方面 也可以多做一些琢磨 好的 当然谈到美台之间的海巡合作 也想到这个 杰教授最近有一篇专文 他会谈到解放区 利用海上民兵来征搜 台湾方面的情资 跟我们也介绍一下 这个方面好吗 杰教授 好 其实在2015年 中共军事改革之后 中共对海上民兵的重视程度 是不减反征 而且海上民兵的编组跟训练 还有它在接下来这个不管是维稳 或是支援海军作战方面 任务的重要性 还不断的被强化 那中国大陆在谈论海上民兵任务的时候 他们通常很强调两点 第一个海上民兵一般在船舶上 都有一些通信设备 甚至有一些卫星定位的设备 而且经过适当的改装之后 它甚至可以直接参与到 所谓的资讯作战里面 比如说做情报的侦查 甚至也可以带一些设备 去释放假的讯号 或者是干扰对手之间的电子通讯 而且他们最强调一点 就是海上民兵 因为它的载体 就是它所搭的船 多数是渔船 但是全部都是民船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渔船跟民船 在日常的状况 在日常的情务或作战中 它其实是具有豁免权 那不能够受到武力的攻击 那所以中国大陆就非常强调 这个海上民兵的 这样的一个特性 所以认为是说 海上民兵除了可以协助监控 在比如说大陆沿岸雷达 因为大陆有些海岸线上 有很多的岛屿 在沿海地区有很多的岛屿 那在岛屿呢 有时候因为雷达造势到这些岛屿 有时候就会在岛屿背后形成一些 所谓雷达盲区 那他们就强调是说 我藉由海上民兵的这种常态化的部署 我就可以监控这些雷达盲区的状况 那更重要的是 他们现在也开始在想是说 因为我利用海上民兵 搭 因为搭载海上民兵是民船的这种特性 我可以深入到许多军舰或者是官方的舰艇 不太方便进出的地区 比如说台湾周边等等 来执行相关的一个监视搜索 还有情报侦查的一个工作 而且他们现在还强调一点 就是我的海上明明不是只有渔船 他以后希望那边这种远洋的船只 包括货船 为什么 这些货船可以深入到世界上 一些其他的港口里面去 或者是部署在一些海上交通线上 来盯住其他国家军舰的动态 因为特别是中国大陆在 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之间 它缺乏基地 它不像美国有很多的基地 所以他们对海上民兵在侦查方面的角色 其实只会越来越重 那对我们来讲 不管是对我们或对美国来讲 这如同刚刚校航所说的 这是一种灰色地带行为 那对我们或者是美国 我们的海巡或美国的Cosca来讲 在应付这个中共海上民兵的时候 都会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怎么知道 我面对的渔船跟商船 到底是不是民兵 所以 所以其实应付海上民兵 最大的问题不是在手段 因为手段登检大概都可以 但是难是在法律 就相关法律的准备 你在法律上有没有能够完备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国安单位 也许也可以跟美国的海巡单位 去共同去讨论 就是在法律上 如何解决这个法律上的问题 好的那么舒秀黄博士 我们今天谈了很多美中之间的 大型军演的轮番的较量 那我们要注意到台湾的实弹汉光演习 也要在9月份登场了 跟我们展望一下 台湾今年的汉光演习 实弹演习有哪一些 我们可以观察的亮点跟重点 好吗 舒博士 因为这汉光演习同样也因为 这个疫情关系 就是我们这个国内三级管制 虽然现在降到二级 那有望在9月份恢复时事 可是因为这个演习 就考虑到原来7月是禁雨 那现在9月份雨季恢复了 那你在实弹射击 可能就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全世界的演习都会碰到这种问题 你会跟旁边的 人民的国际民生会冲突到 然后你可能会有些管制 什么这些问题 我们当然就不例外 所以可能演习这些实弹的部分 可能都会取消 那取而代之的这个亮点 就是这个战力保存 然后这个联合制海 这个谷土联合防卫 然后是由这个空军 这个来负责这个任务 那最重要的就是 加东这个战备道的这个起降 那因为他原来 这是我们的六条战备道之一 但是他也是唯一一条 还没有正式恢复这个起降 他2011年本来有一次 但是那个时候 因为天后关系取消了 那所以这一次呢 如果顺利实施呢 那当然这就是这个 演习里面最大的亮点 他会包括有三栋主力战机 跟可能包括413栋 E2跟P3 所以这个机种呢 会非常庞大 好的 那么接受教授 刚刚听到这个书下航 我是谈到这个台湾的汉光演习 都要顾虑到这个周围的 这个渔船的话 那么美中之间 这么大型的规模 现在大秀 鸡肉 互别秒统 这么多的基建 加上欧洲的军建 我们刚刚提到也过来的话 您认为在目前的这个台湾 周围的这个地区或海域 有没有可能发生有潜在冲突的风险呢 我觉得这个风险 基本上不但存在 而且还持续的增加 那倒不是说 中国大陆会针对 美国的哪个特定的演习 要做报复 应该说是中国大陆 其实对于这一阵子 美国的很多的政策 特别是华府跟台北 提升这个军事跟政治的交流 这样一个趋势 还有就是我们提过的 要把台湾海峡的问题 国际化这样的一个政策 他感到不满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他势必会在某些特定的时间点上 采取一些行动来表达 他对这个状况的不满 而且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一个趋势 就是北京可能在一时之间 有的时候拿华府没辙 但在这个时候 他其实反而会挑选台北来出气 来当做一个表态的一个对象 所以他可能没有办法 比如说他没有办法 弄一个很大规模的演习 来跟美国的LSE 大规模全球演习较劲 但是他有没有可能在某个时间点上 在台湾周边做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军事动作 那实际上这种例子 我们在去年就曾经见到 在去年的8月 还有特别是去年的9月17号跟18号 那个时候美国的8月份是美国的卫生部长来 9月份是美国的国务资金来到台湾 在这个时候他都刻意在海峡中线 他都派战机穿越海峡中线 特别在9月17号跟18号 他是在海峡中线最短的地方 派战机穿越 而且还穿越之后 还刻意沿着海峡中线平行的方向 在海峡中线以东待了一阵子 就是说从这些行动就看到 当他对华府的一些政策不满的时候 他有可能在台湾海峡附近 设计一些比较挑衅性的 比较强度比较高的一个军事行动 但我们也必须要注意到就是说 当中国大陆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 越来越多 强度越来越高的强度也越大 同时我们双方官方的互信非常的低 也没有官方之间的沟通非常的少 然后民间的对立气氛也不断的增加 那在这么一个状况之下 我们两岸之间又没有任何的 军事意外防止机制 美国跟中国大陆在南海 虽然常常短兵相接 但是他们其实在南海 有一些军事意外的防止机制 但是两岸之间没有 因此当中国大陆的军事活动越来越多 强度越来越强奏 这时候只要任何一个意外 那很可能就因为双方沟通管道不良 双方对彼此之间互信不够 让意外升高成为紧张 然后紧张变成军事冲突 甚至引发一个各方都没有预料到的战争 我觉得这个风险一直在 而且持续增加 好的 抱歉由于时间关系 等讨论到这 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向两位请教 今天非常感谢苏孝黄博士 还有街中教授两位带来这么深入的讨论 谢谢主持人 谢谢 好的 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收听收看 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我是樊东宁 祝各位平安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 我是樊东宁 随着西太平洋地区进入演习热计 台湾周边地区的军事活动 也越来越频繁 首先是美军印太司令部 连同美国陆 空 海军和陆战队 与英国 澳大利亚及日本 举行横跨17个时区的 2021年全球大规模演习 那么再来是解放军也宣称 在范围广达10万平方公里